3、2、3、4 现场人员聚工敬礼 罹难者台大医院护理师黄巧琳 终于完成遗体修复 由警车坐前倒 让哥哥带他回家 灾难后举国哀痛 罹难者家属的心灵更是划下深深的伤口 泰鲁格号事故八天过去 还有罹难者的家属 在等逝去的家人回家 但尽管修复师日夜赶工 修复工作仍然不易 王维军说家属等待的过程 一天询问八次十次都很正常 团队能同理家属心情 只希望一体修复完成 再美美的让家人领回 可能在修复的时候 其实那个遗体的状况 其实是不方便给他们看 我们不希望他们心里那种受创的 那种就是伤害更深 甚至我们在有一些技术上面 需要去做调整 如果修出来 根本就长得不像的话 那就没有安慰到啦 是不是 修复师孙小艺哽咽地说 看到这次罹难者受到重创 非常不舍也感到不忍 会很不忍 因为再怎样 虽然我们没有关系 他还是 我们还是会把他当成家人 对就是尽量以最比较柔的手法 去修复去完成 四岁的妹妹 其实她本身年纪小 让她损伤的程度也比较严重 在修复她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比较不舍 这次泰鲁格号出轨事故 遗体修复团队 有超过百名成员 轮班协助义务修复遗体 已经修复超过30名罹难者 盼能让罹难者以最好模样 回到家人身边 新常人亚太电视 持千里 黄雁玲 台湾华联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核子